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欢迎收看时事多面看 外国研究发现新冠病毒的康复者 即使再接种两剂疫苗 预防Omicron变种病毒的效力最多只有两成 但如果接种第三针加强剂 保护力可以提升到五成半到八成之间 有本港专家认为香港头四波康复者都应该接种加强剂 但为何他们不可以接种呢 邓达志是一个时装设计师 他2020年7月感染新冠病毒 去年半港引入疫苗他就立即预约 在3月初和4月初打了两针科兴疫苗 但今年他想再打第三针加强剂就遇到问题 根据卫生署指引 康复者正是需要打两针 有施加医生说 就算康复者想打第三针 系统都会自动剔除他们 但是邓达志就怕自己感染和打针 到现在已经一年 未必还有足够抗体 我完全不知道怎么做 如果你说是刚刚半年 关职了的人 我觉得抗体还是可以的 但我是已经很长时间了 已经两年了就快 你怎么可能当是一针呢 是不是不可能 你为什么不让我打呢 你这要就算 如果你真的不让我打 你都验过 就是我抗体的level有多高 如果你这么长时间之后 我抗体的level都跌了 那你保护不了我 你令我感染到 再感染Omicron的话 就很大问题了 两年前确诊疫时候 邓达志曾经入院一个星期 他说当时很辛苦 七天就轻了五公斤 现在见到第五波疫情这么严峻 就快64岁的他更加担心 这么大问题 长者真的离去 这么大的问题 就是因为长者之前 就怕他们身体受不住 所以是不帮他们打针 他们不打 而且家人不赞成他们打针 才搞到今次这么大劲 你想想同样 我们曾经contact过的人 是因为这样 是打第三针 就是这个system里面 完全是剔除了 就是我们完全不能进入保护网 有立法会议员说 不少市民都有类似忧虑 如果确诊者是中完之后 不一定是终身免疫 又或者是有可能在短时间之内 都会再中的 这件事就令到市民很忧虑了 所以如果是对于一些中了之后 确诊的市民 他可能是想再打針 因为打了疫苗始终对于市民的保护 对于整个社会 这次疫情里面 都看到是有很大的好处 他认为如果确认 健康复者打架强劑无坏处 当局应该被他们选择打針 中了之后 如果再去注射疫苗 是不是会有一些不好处 如果没有不好处 那会不会有好处呢 所以政府都应该是 做一些研究 是不是可以推出 给一个选项 一些确诊的朋友 他真的想接种疫苗 或者打第三针 如果打了是没问题的 更多是保护 那为什么我们不可以给他们打呢 本港一般成年人 视乎打哪一种疫苗 头两针要相隔21或者28天 当局说 之后大约半年 抗体就会下跌 所以建议打第三针 现在更进一步缩短 第二针之后 隔三个月就可以打第三针 但是以邓达志为例 他由确认到打完两针科兴 已经相隔九个月 如果将感染视为第一针 那么他打完加强剂 到现在已经近一年 这类康复者 还有没有足够抗体呢 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指出 由感染而产生的免疫力 比接种疫苗的保护力更加强 如果你自然感染了之后 它的抗体会飙升 还有它的T细胞 和记忆B细胞会飙升 但抗体都会跌的 所以到最后你自然感染了之后 最重要就是 它的记忆细胞的反应是十分之好 是很持久 其实在人类 这个冠状病毒的经验来说 你的抗体 甚至乎在自然感染 都不会持久很多很多年 而我们依赖的就是 我们的记忆细胞 尤其是T细胞和B细胞 委员会最新建议 免疫功能正常的人 如果确诊前已经打了两针或以上新冠疫苗 好之后不用再接种 即是说根据最新指引 所有康复者都不用打第三针 如果一次感染之后 他们的抵抗力的飙升是十分之满意的 然后在上个星期是Cell 即是一个很出色的细胞杂志 也有追踪了一批病人 他们是感染了一次 打了两次针 或者打了两针 又再感染一次 再相对打了三针那些人 他们出的那些 所谓抵抗力十分之好 对现在的Omicron 都有这个所谓抵护的能力 他认为现在本港最重要 是优先为感染后 有生命危险的高危群组接种 现在所有优先次序 都是给如果感染了之后 会发生很大问题的人群去打 包括老人家 还有那些病人是有免疫力缺损的 而我们的瓶颈 其实就是我们的能力去打针 很多人在排队去打针 但是能够打针的容量 是远远满足不到市民 现在想打针的 所以科学委员就觉得 我们应该优先 给如果感染了之后 会发生很严重 生命威胁的群组去打 不过英国伦敦帝国学院 去年发表一项研究 说新冠病毒的康复者 就算再接种两剂疫苗 预防Omicron变种病毒的效力 最多只剩两成 但是如果接种第三针加强剂 保护力可以提升到五成五到八成之间 有本港专家认为 香港头四波康复者 都应该接种加强剂 因为它很早期种 所以种那个病毒 应该是早期的原始病毒 又或者是一些 可能alpha的早期的一些病毒 那变了其实 和现在Omicron的病毒 已经有一个 几大的分别 虽然它会有一些T和B细胞的 记忆存在 但是你要所谓 召唤或者recall 这些记忆 其实是 需要持续的时间 就是你感染的时候 其实可能 那个反应会持续 所以 你要再次加强 那个中核抗体 去有一个很好的保护 全球多个国家 都建议感染过的市民 康复之后打加强剂 只是接种时间不同 新加坡市民 感染之后28天 可以打第三针 英国建议 最少等一个月 加拿大就要求 康复者等三个月 才可以打加强剂 孔凡毅说 会向专家委员会 提出更新指引 建议头四波康复者 都要打加强剂 就算你是透过疫苗接种 或者透过感染 去得到一个免疫的话 其实整体来说 它和流感病度很相似的 就是它隔了一段时间 就是可能说 半年到一年的时间 那个整体的中核抗体水平 会下跌 整体其实 我相信科学委员会 专家委员会 都会尽快去再更新一些 这些指引 令到打针前 已经感染过的人士 其实可以尽快 接种到新冠疫苗 去对付Omicron的变种病毒 第五波疫情 到现在有近70万人确诊 他们按现在的指引 不能打加强剂 但他们同样 会面对抗体下跌 之后何时需要 保打加强剂呢? 如果它是中了Omicron的变种病毒 而它本身已经打了两针 那在现在来说 就不需要再打第四针 因为它是中那个病毒 是现在流行的 那个Omicron的病毒 之后当然可能 那半年之后 如果有一个 就是我们叫第二代的疫苗 是真的Omicron match 那它可能就要打第四针 但到时会有一些新的指引 那是否需要为康复者验抗体 再决定是否帮他们打疫苗呢? 孔繁毅相信 头四波康复者的抗体 已经跌到极低的水平 不需要再检测 应该直接打针 此时多一面 在今集时间就好了 再见 同时会在海浩 瞧 未经许可 allies 区别人 他是和留言 许可